驚喜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第一時間將近上百名住戶受困 但那消防人員用雲汽車接駁 陸續救回地面 不過遺憾的是 還是傳出兩名住戶罹難 見證你是住幾樓那時候 我住在四樓 四樓 對 那個時候其實因為 其實天氣滿冷的 那我們房間才有電暖氣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們家四個 還有一個親戚的小孩 他來花蓮玩 然後我們就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那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0206的前幾天 剛好都已經是有很大的地震 那你也知道花蓮人其實 耐震的忍耐度都比較高 所以應該說台灣人現在碰到地震 除非你發生重大地震 大家會警覺 現在有地震幾乎 最近幾天台北在咬大 不是躺在床上 對 對 可是那個時候 0206的前 開始那一兩秒就說又來了 反正就是跟前幾天一樣 不過後來你就就是說不對勁 就是越搖越大 然後那種就是你要站起來的時候 你又 那麼大 對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當下你真的面對這種力量 你真的是一個 覺得沒有辦法任何的反應 那我跟我太太在幾乎圖 我們就是兩個在大叫 我們就只能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後來接著我就聽到 那種崩裂的聲音 就是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跟太太說 然後他說 然後開始 然後倒了之後看到 那邊有車燈這樣子過來 我說那邊是地面 然後 所以你四樓已經到一樓了 對 所以剛剛畫面救那個小孩子是 那個是 對 因為倒了其實說 還好倒了 我們沒有被壓傷 沒有被什麼 然後可是那時候就聞到 就是就是說 我想說地震沒有壓死我 我怎麼不能被爆炸炸死 然後我就趕快 我就往窗戶移動 然後把窗戶揣開 然後我就跨到 因為窗外面是陽台 然後我就揣開到外面去 剛好有很熱心的民眾 他們就在附近吃宵夜過來 過來救 就是剛剛拍影片的那個小姐 對 跟她的朋友過來救我們 先幫我們把小孩接下去 然後再扶我們 扶我跟我太太下去這樣子 所以我們算是第一個脫困 然後我很幸運的是 剛好我抓了一支手機 然後出來之後我就拍了一張 我就回頭看 我就拍了一張 這個樓 另外一面嗎 逃出來之後第一張照片 整個黑了 可是你就只隱約看到說 樓倒掉 然後隔天早上我回到 我又回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就是中間那個樣子 天啊 那時候 因為他還在傾斜 那時候政府已經 叫人家用鋼構把它頂住 後來有在倒這樣 因為下面還有 我是四樓 我們地下室只有一樓 可是我的四樓變一樓 那一二三樓去哪裡 變地下室 就變三明治 真的是被壓扁 所以那出出來的時候其實 其實你回頭看到那一幕 你反而是覺得說 真的是害怕 覺得很幸運 我是可以在四樓那邊 逃出來這樣 但是其他那些 真的就很 覺得很難過 那你現在是原地重建了嗎 沒有 那個地方 其實也沒有重建 就變停車場 那你要住哪裡 那我後來 我後來住到一個朋友的房子 而且更高 然後 可是你現在碰到這種地震 你會先跑嗎 其實會比我 2006之前來得更 敏感 或是聽到一些聲音 其實聽到一些聲音的時候 一些大聲音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又地震了 或是 或是有時候躺在床上 那可能我家人動一下 我會以為又地震了這樣 會相調起來是比以前還來的 比較敏感 會比較害怕這樣子 對啊 因為之前921 我記得我們家那時候 是先停電 然後燈泡好像一閃一閃 現在假如家裡的燈泡 有點閃 你都會想說 待會兒有沒有可能 就已經把那個急救包 先放在門口 就是 預備準備的 對 人很容易健忘的 過去地震大家還演習 說要準備那個什麼 地震包 對... 現在家裡看有沒有用 接下來我們看八千城堡 當時的黃嘉惠你好 你好 請看這段影片 不在原理仿佛人間煉獄 殘叫呼救聲四起 沒有受傷的民眾 緊繞尖叫呼救聲 也以摺疊桌充當單價 運送傷患 當時一共有四百七十四人的皮膚 被燒燙傷 他們疼痛難耐 只好緊急跳到像這樣的水池裡面 來減輕自己的疼痛 水池因為傷者身上的粉塵和血水 變得混濁 成了泥水的顏色 遊客也只能幫忙 用冰塊和灑水的方式 幫傷者降溫 雪上肉園膨脹突如其來的大火 原本歡樂的派對 瞬間成了一片火海 對所有人來說 有如異常噩夢 家惠妳身上燒燙傷比例多到 然後我總共經歷了二十幾次的手術 輕創就是換皮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還要再持續做 還要持續做 因為手部就會有一些變形的 必須要繼續做下去 五十四趴其實是已經 很多 五十四趴已經是 三十趴以上就很嚴重了 對 妳當時跟朋友去還是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慶祝畢業 然後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救生員 所以已經很有觀念了 學自己該怎麼保護自己的觀念 應該是有的 對 可是 因為以前他曾經辦過這活動 但是他並不是像我們那時候 就是把水抽乾 他當下其實本來泳池 那邊都有水 對 然後其實我當下要去玩的時候 我覺得 怎麼怪怪的 但是又沒有想太多 想說反正都已經辦過這麼多次 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是當天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 可是那個是還沒發生四次前 對 你看他身上還有那個粉 對 你看他身上 然後我們那時候已經約好 跟朋友約好八點半要離開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就進去 我已經其實已經在後面了 然後我就走進去最前面 想要找我朋友一起回去 結果就突然 應該是特效 我跟大家一樣很開心 在笑什麼的 結果說 妳就看他這樣 像電影這樣殺過來 對 他就這樣過來 靠近你很快 差不多兩層樓 他不用靠近你過來就已經很燙 對 像圓圓的地方直接這樣蔓延過來 對 就像油點火那樣感覺 因為他們身 你們身上都粉對不對 對 那粉就是燃燒的 地板都是粉 所以你踩的地方都是火 有身上也是會火 對 你就發現你身上也都是火 所以他們說那像 對 你都在火裡跑 然後我會這麼嚴重 是因為我當他被推倒 對 然後起來的時候 我往外跑 你就看那火兩層樓高 然後跑出去之後 我就看到一個水 對 就是冰飲料的那種冰桶 那我就跳進去 然後當下的時候 又有一個人跳進來 然後因為那冰桶很小 因為太擠了 對 我那時候 他好像很痛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起來 結果起來的時候我已經就 完全沒力 就好像 就是我皮膚 就是整個皮 水池的水幫我淋 然後後來又請人 幫我浮到那個 就是大廳 這樣 然後到大廳的時候 是最恐怖的 因為你就看到 全部人都躺在 就都躺著 然後一直叫 一直尖叫 然後我就 然後這樣跟我媽 我媽就說 你怎麼了 我就說 我受傷了 可是我當下並不敢講 然後我當下其實 並不覺得自己會很嚴重 然後我媽就從櫻哥飆車過來 因為樂園離馬街是最近的 所以我媽先到馬街去找我 淡水馬街 對 然後到的時候發現 怎麼那麼多人全身都是 然後她就覺得 然後都怎麼 她發現事情不對了 對 然後她當下的時候 一直喊我的名字 都沒有人 然後我媽就心裡想 那我一定還在裡面 然後她就帶著我爸 又往樂園來找我 所以她找到妳是在樂園 對 我在樂園最厲害 妳還沒送醫院 還沒 因為 好像太多了 妳都燒了 燒人家那怎麼止痛啊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我覺得我們已經 可是那時候當下的 有一些護士 她說你不能睡 因為你睡下去可能會很嚴重 對 因為她燒得好像皮跳起來 她跳那個水是有細菌的 對啊 田醫師 這個要怎麼清楚 可是這個時候是 沒有辦法管的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 就是要先 因為我們在 所以其實當下 是找到水跳進去的人 其實是算做對的 因為你要先降溫 那個溫度是 不是像我們滾水這樣一百度而已 那個火焰的溫度是幾百度 甚至可以上千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常常被煙頭燙到 排氣管燙 就已經滿像很難睡了 但是你一定要先降溫 因為那個溫度 不是只有碰你的皮膚 它已經再進去了 所以它一直在往裡面熟 所以你一定要先降溫 那個熱度進去 你才有機會得到皮膚比較完整性 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會想要昏倒 是我們在燙傷的時候 我們的 會往燙到的地方去 所以那裡就會腫起來 所以等於是相對的脫水 所以它其實是慢慢要走休克的路了 那個人可能只是希望說 你至少讓他知道說 你是意識清醒的 那因為在那個狀況下 四百多個人 他們還要分配誰先就醫 要去哪裡 所以他們要做這樣的處理 對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